做音樂 鏡表一頓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Jet 今天我要為各位來介紹一個 雷達表的最新的表款 Kupo Classic 那為了介紹這次表款 我們特別邀請了一位特別來賓 Titan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這個表款的特殊之處 Titan 大家好 我是上海星動中國雜誌的總編輯 Titan 大家好 雷達錶其實在今年有很多特殊的表現 我們這次為什麼挑這支錶出來講呢 除了它有一個新的 看起來很特殊的造型設計之外 那它也跳脫了雷達錶以往 只用在陶瓷上面琢磨的一個發揮空間 它裝備雷達錶目前使用的最新的80小時機芯 變化是ETA C07.671 然後最特別的是 它是這一個系列的機芯 首次有動力儲存顯示在上面 50米的防水功能 建議售價55,900塊新台幣 Titan 像我的主觀的印象是 雷達錶以往都是在陶瓷錶上面的下功夫 那為什麼今年會突然開始願意跳出陶瓷這個框框 然後以不鏽鋼材質來表達雷達錶的一個 算是一個新的一個突破 我覺得其實大家一講到雷達錶都是陶瓷 作為一個很先入為主的一個印象 那當然雷達它在陶瓷這方面的研究呢 也是在鐘錶界算是比較 處於先鋒地位的 也研發出很多各種不同 顏色 材質 甚至像是類似金屬 呈現的這一種風格 那我覺得這一支Koopo Classic呢 它算是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第一次你拿到一支雷達錶的時候 它是跟陶瓷完全沒有任何關係的 其實陶瓷跟雷達的連結性太緊密 相對的它可能也會變成它一個 某種程度的包袱吧 那你一直在談論陶瓷陶瓷的時候 大家久了就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新鮮感 這一款新錶的它非常特別的是 雷達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它的設計上面 然後我覺得它是目前來講 雷達裡面一個辨識度很高的一個新產品 雖然說沒有陶瓷這件事情 那首先它用的是陶瓣桂金的PVD 第二個就是它的那個動力儲存的顯示方式 在整個面盤的設計上是一個很大的亮點 對 然後還有整個的設計風格 就是走得很極簡很大方 然後比較典雅 所以跟以前的雷達的印象是一樣的 對 那其實它現在給人家感覺是文青風 這點還蠻厲害的就是所謂的文青風 其實既不前衛又不古典 它現在中間是一種 算是一種比較平衡的感覺 那你覺得它這樣的轉變 你自己看了之後你會覺得說 雷達也有這樣的面貌在裡面 因為其實今年在那個巴塑上面 其實雷達就有很強烈的視覺形象 就是他們跟很多設計師的合作 去推出一些圖像去呈現雷達 它要呈現新的風格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你講的 因為第一個它跟陶瓷的連結太久 在設計上其實陶瓷的變化上 它也許會有一些些受限 就是不管是在造型 或是一些細節的調整 那當然脫離陶瓷這個範疇的時候 雷達它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那我覺得所謂的這個文青風呢 我覺得是抓得很好 因為第一個它很極簡 它用很簡單的元素 然後用很平衡的比例 去做出它要呈現的效果 那第二個在價格的反應上呢 因為它因此價格就降低了 那對於其實年輕的消費者 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因為你說以我們講 以五萬塊跟七萬塊 對於可能你可能當大學 比如或是工作一段時間 你想要買一支比較名氣 有品牌的瑞士表的時候 其實這個價格還是存在一個距離的五萬跟七萬 所以我覺得它們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其實現在很多品牌都在供年輕的市場 因為其實年輕的消費者也開始慢慢起來了 那所以說我覺得它們走的這個風格 是符合現在比較年輕人的一個喜好吧 以上就是我們鏡苗日所製作的影音內容 然後也歡迎各位觀眾持續關注我們的粉絲團 與Youtube的影音頻道 然後也謝謝今天Titan來現場接受我們的採訪 並提供我們許多寶貝的意見 歡迎各位繼續觀賞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